欢迎回到玩模会分享时间 大家好我是大圣 今天我们一起来玩的是由BPF出品的KO天元之力D级铁渣 那这款玩具呢是继上一次飞标之后呢 入了他家第二款玩具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玩具的素质如何 首先从外包装看起 这一次外包装呢依旧采用了盒装的一个造型 与官方原版D级挂卡的一个造型有所不同 封面呢是和官方的一个造型的一个造型 一样的野兽形态 然后呢左右两侧都是这个修罗王的一个标志 但背面呢也就是照搬照旧的一个龙形 人形以及相应推坑的五龙形态 此次的执制品呢也是一样 没有什么好多做介绍的 以人形方面为标准 补带的配件呢有一个组合形态的大手和一把枪啊 这个枪的一个细节呢做起来还是不错的 整体的水口处理呢还算很到位 结合的方式呢也就是插拔的一个方式啊 有洞安进去就行 整体的一个紧实程度还是不错的 那这一次的铁渣呢确实没有像上一次飞镖 我拿到手之后那么惊艳 原因是因为这一次的做工 我觉得稍微能与这个上一次的飞镖能逊色一点 整体的紧实程度呢先给大家看一看啊 松紧程度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一些涂装的方面呢 我认为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 水口方面呢给大家看一下啊 水口还是比较明显的 涂装方面呢略显得有一些瑕疵 在这个角度上这个金漆喷的并不是很均匀 包括这个腿部两侧的这个金漆啊 喷的并不是很均匀 当然也有所改进的地方 就是这个黑色的部件 更加的贴近了这个金属色 有这个金属颗粒感啊 头部也是一样 采用了几个金属颗粒感的一个造型 大小方面呢和这个V级的平头做一个对比啊 那标准的一个D级的大小 并没有多少亮点啊 那可动方面呢 首先是头雕方面 先给大家看一看细节吧 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 红色的眼睛黑色的脸 整体的活动性是有的 因为是一个球形关节 左右的脸是有一定的可动性 上下是因为镶嵌在头部内 并没有多少可动性 手部呢作为一个球形关节 平举它这是有一个货 所以呢平举是没有问题的 360的一个旋转呢也是没有问题 二头肌这边有一个360的旋转 手肘的一个旋转度呢是由于它是一个圆弧 所以呢中规中矩不到180度的一个旋转 手腕的部分呢是变形需要可以往里扣 没有一个其他的造型 只是一个动动手啊 腰部呢是有一个旋转性的啊 然后呢腿部是球形关节 前踢后踢侧踢紧实程度都算不错 大腿的部分呢有30的一个旋转部分 屈膝呢比较尴尬 这一点呢就非常不好了 这个屈膝做的非常不到位 脚步没有接地 这一次呢我觉得它的这个脚步呢 也是成为这款玩具的一个问题啊 它这个脚步呢它容易往后仰 它整个的这个玩具 它是哎就是它会往后仰啊 这一点在设计上面啊 我觉得是有一些问题的 腿部呢这个侧面来看呢 它是一个透明件镶嵌上去的 整体里部的细节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背包部分呢其实并不算是很累赘 但是整体呢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地方设计 打开左右两侧分叉的话会非常好啊 这个三角龙的脚步呢 这两侧呢是两个球形关节 松紧度还算适中 不松不紧的一个感觉 背部呢看起来空洞性呢 也算比较完整 由于这两个尾巴部分 遮挡了腿部的一个空洞 整体看起来还算非常完整 人情部分呢和这个武装的手呢 它是有一个结合 也就是把这个凸和这个胸口的这个凹洞进行一个密合 但是密合之后的一个效果呢 不用我多说啊 大家都会觉得非常丑 所以呢我也把这个地方给它取下来 直接就开始这款玩具的一个变形嘛 那首先呢这一次天元之力的一个设定呢 是手脚可以互用 所以呢我们边变形 先把这个手脚的模式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手的部分向里收 并且呢手旋转一侧 可以看见这个地方有一个凸 手的内部是有一个凹洞 凸和凹洞呢 它是有一个密合 我们把它密合住就可以 这一侧呢也是一样啊 把它密合住 OK密合住就行 然后呢把这个胸口的部分给它抬起来 并且呢拖住这个龙头的部分往上抬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呢把这个胸部内侧的这个关节 也就是这个结合关节往上抬 那我们先做这个腿部的一个结合 那这个尾巴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向上提并且旋转 把这个脚部往这一侧啊 我们可以看脚部这个位置呢 是有一个联动的 我们把这个这个片片啊 推到里侧啊 不影响它的一个变形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先变这个腿部之后呢 我们再来把这两侧给它往里凹啊 这里面是有一个凸点和凹槽进行一个结合的 我们就密合住就可以 另一侧也是一样 把它密合住 并且呢腿部的内侧呢是有两个结合点 边调整 边密合就可以 密合到这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龙尾的部分向里侧放 然后呢 向这儿啊 往里凹 那这个腿部的一个造型啊 实际上就已经算完成了 那整个的腿部 我是因为没有脚掌这个结合件啊 所以呢 只能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感觉整个腿部呢 是略微有些短 而且呢脚部的这个地方 得看脚掌的这个接地性怎么样 如果它的接地性不好的话 我觉得它始终是有些差别性了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变这款玩具的一个 手臂的一个样式啊 其实也就是还原原先的一个变形步骤 把这个尾巴部分收进去啊 这一侧也是一样啊 把尾巴部分收进去 好 两个尾巴进行一个密合 腿部呢 适当的收缩一下 然后呢 把它旋转过来 因为这个尾巴部分呢 它是有一个手腕的一个轴 所以呢 只能用这个方式来进行一个密合 虽然这个地方有些空洞 然后呢 手臂的部分调整到这个位置 把这个龙头呢 你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调整啊 好 可以稍微这样一点啊 这样呢 手臂的部分 最后呢 把这个结合点啊 这个凸和凹 看你的左右手 你是选择哪只手了 然后呢 我这就随便给大家插一下啊 做一个展示 那整个的手臂的部分呢 也算完成了 那整个的活动性呢 手的部分 是通过那个腿部的下盘的一个关节来进行一个活动 那手部的一个活动性呢 我觉得 这样会好很多啊 相比于腿部的一个结合点还是不错的 最后呢 我来变一下这个龙形态啊 这个龙形态呢 实际上 其实通过刚才的这个密合就已经做到了 只是需要调整一下啊 整体的一个变形思路还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呢 不需要担心 它变的是有多复杂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特别简单的一种变形方式啊 把它直接挥过来 好 把这两侧啊 进行一个密合 最后呢 就是尾部 有一个凸点和凹槽 凸点和凹槽进行一个密合 这种玩具呢 由于这个属于儿童系列的玩具啊 而且呢 整个一款玩具下来也就不到0.4张 40块钱的一个家伙 所以呢 变形思路呢 也是非常简单 大把大把玩就可以啊 嘴部微张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款龙形呢 也就算变形完成了 它这款龙形呢 是有一点别扭的啊 就是它这个上肢的部分 有点糖 而且呢 整体变完形之后呢 有一点像这个刺猬的一个感觉啊 整体的一个感觉 非常的没有脖子的那种感觉 那这点呢 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脖子的这个部件 稍微微抬一下啊 做出一个有脖子的一个样子 但是这块呢 是有点空洞 大圣个人啊 还是愿意把这稍微撑住一点脖子啊 显得这个三角龙是有脖子的一个感觉 当然这个结合点呢 也是可以做一个结合 这上面是有一个凸 把这个东西呢 可以作为像一个佳能炮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这个腿部的地方呢 也是有这个凹槽的 我们把这个东西啊 这个枪插进去 那整体插完之后的一个感觉 就有点像这个 小时候看到恐龙战队的一个感觉 整体的一个感觉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但是呢 个人还是更期待这个修罗王合体的一个样子 单体的一个感觉呢 就是觉得龙形呢 稍微欠缺点 人形呢 整体来说 效果要比龙形强一些 好了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关注我的视频空间 也可以扫描一下 视频下方的二维码进行一个关注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